即将迎来新的一年 现在超商推出的福袋呢 种类和价格是越来越多元 那除了有常见的临时组合以外呢 现在还推出了像是小家电 或是行李箱 更多的实用选择 和品牌合作卡通肖像 成为福袋主流 超商还打造新型福袋扩大客群 7-11线上线下超过53款福袋 线下福袋从299元到1699元不等 超过50万份 最大奖再抽马沙拉蒂 全家降龙福袋249元 贩售80万份 还推出其他漱口收纳栏 置物箱等福袋组合 最大奖有机会再抽兵士车 莱尔夫看准龙年和动漫七龙珠合作 推出399元 799元福袋共10万份 以及200元龙年福袋15万包 民众再拼中奖价值百万黄金条块 我过去的话是都会买 所以其实我从过去 其实买299 499 现在其实它的高价的福袋 其实还不错 带类型的 然后或是箱类型的 我都可以在家里面收纳一些小屋什么 目前国内的这个消费景气 有相当的热络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看好 就是今年整个福袋的一个销售 福袋的数量的选择上 我们都叫去年大概增加了将近一倍 拆开福袋 不仅是外包装卡通肖像吸引粉丝 里面的抽奖券让民众可以试试手气 各大超商积极投入福袋市场 全力抢攻龙年福袋商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高建伦自清明 台湾台北报道